在今天,超过77%的陆地和87%的海洋 已因人类活动的直接影响而发生改变 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一些世界上最遥远,最难以到达 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区尚未被大众探索过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 但它们仍然是世界上最狂野和最显为人知的地方 从史上无人登顶的雪山之巅 到数万年没有外人踏入的偏远海岛 本期地球军就为大家带来了15个最无人探索的未知之地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15个,达连峡谷 达连峡谷位于哥伦比亚与巴拿马交界处 即使是在早已实现太空旅行、海底隧道的高科技时代 人类仍然没有征服这片原始森林 就连穿越17个国家 长达3万公里的泛美公路也被迫再次腰斩 直到今天,这段将近100公里长的丛林里 仍然没有一个主要的定居点 这里唯一的居民是原住民安贝拉人和库纳族 人口数量不足2000 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独木舟 1960年,有人第一次开车穿越这条鸿沟 花费时间长达5个月 平均速度每小时不足200米 道路崎岖程度可想而知 在这片极少有人探索的地区 除了难以穿越的山谷 沼泽和令人不安的死亡之外 什么都没有 苏格兰曾试图在这片未知的 蚊子肆虐的荒野中建立一个殖民地 结果一无所获 1200人出发 最终返航的不足300人 在今天 达连峡谷还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移民过境点 许多移民曾在此遭到武装团体的抢劫和暴力伤害 如果是女性下场可能更惨 一个名为秘密罗盘的冒险公司开出近3000英镑的高价 声称可以带你轻身穿越这道危险无比的鸿沟 但除了极少数的一些探险者 估计没人会愿意主动进入这块危险地域 第十四个 俄罗斯萨哈共和国 俄罗斯萨哈共和国又称亚库特 位于俄罗斯亚洲部分东北部 其领土面积为308万平方千米 占俄罗斯联邦面积的18% 也是俄罗斯面积最大的联邦主体 萨哈面积与印度大致相当 但印度拥有超过13亿人口 而截至2021年 萨哈常住人口还不到100万 其中三分之一都居住在首都雅库茨克 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森林 草原和山脉等待人类探索 该地区的大多数居民是雅库特人 但也有其他民族 比如厄温克人和达达人 许多人仍然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 依靠狩猎和放牧驯鹿为生 萨哈也是奥伊米亚康村的所在地 它被广泛认为是地球上最冷的人类聚集地 关于其历史最低温度 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争议 1924年1月的非正式读数为零下71.2摄氏度 1933年2月6日 奥伊米亚康气象站记录到的气温为零下67.7摄氏度 这几乎是北半球官方记录的最冷温度 在室外的人会感觉寒风紧紧地抓着你的双腿 呼吸产生的气物像抽雪茄的烟一样浓 甚至唾液都有可能冻结成真 从而刺破你的嘴唇 这里的人喜欢喝俄罗斯奶茶来应对寒冷 而在外界他们的名字是福特加 第十三个 甲瓦里谷 亚马逊丛林的大部分地区对全球文明来说都是未知的 而其中的甲瓦里谷则更是一块未经探索的地方 这里是巴西最大的土著领地之一 也是至少14个与世隔绝部落的家园 由于交通不便 该地区最高乃至是全国最高的山 内布里纳山 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发现 甲瓦里谷占地85,445平方公里 比奥地利还大 这里只有大约3000名土著居民 他们会狩猎和使用一些简单的金属制品 但这些部落大多与世隔绝 完全没有与现代文明接触过 还处于原始阶段 根据一个巴西政府机构的说法 该地区是亚马逊乃至世界上最集中的孤立群体 巴西政府规定非土著人员进入该地区是非法行为 但由于该地区地处偏远 且动物资源丰富 所以引来了许多偷猎者以及其他的不法分子 目前为止 人们对该地区的了解几乎仅限于从直升机上远远观望 世界上有许多未被人类征服的山峰 其中最高的几乎可以肯定是钢嘎本孙峰 它有时也被翻译为钢卡普恩苏姆峰 如果按照藏语翻译可能又有不同 这座雪山顶峰高达7570米 从布丹境内喜马拉雅山南路很容易观察到 但从中国一侧则经常被群山所遮挡 在普莫庸错旁貌似能勉强观察到 不过通常缩成远方冒出的一个山间 由于没有明确的化界条约 所以该峰归属有一定争议 和珠穆朗马峰相比 钢嘎本孙峰名气要差许多 布丹曾经开放过雪山攀登 1985年和1986年也曾有过四次攀登 钢嘎本孙峰的尝试 但均以失败告终 从1994年开始 布丹政府禁止攀登6000米以上所有山峰 并于2003年将禁令扩展至全国各地所有山峰 这项立法在某种程度上 是出于对布丹人信仰的尊重 因为布丹人认为众神居住在山中 不应受到干扰 他们希望山峰能保持最原始的面貌 1998年 日本的一支探险队得到了中国登山协会的登山许可 但由于不丹的政治问题 该许可最终被撤销 直到1999年 该登山队才从中国西藏出发 成功登上了钢嘎本孙峰的海拔7534米的北次峰两港康日 作为一座从未有人正式登顶最高峰的雪山 将其列入最无人探索的未知之地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新西兰是人类最晚定居的主要陆地之一 一直到1300年左右 第一批善于航海的波利尼西亚人 才迁徙到新西兰 并逐渐发展成为了原住民毛利人 作为一个人口数仅有500多万的国家 新西兰几乎每年都要吸引超过370万游客到访 而对那些喜欢探索偏远地区的现代旅客来说 位于新西兰南岛最南端的斯图尔特岛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斯图尔特岛是新西兰的第三大岛 该岛屿一室独立 低调静谧 鲜少有游客之道 人类住区在斯图尔特岛的尝试 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毛利人零星地居住在该岛上 欧洲捕金者 海报捕老者 以及其他农业种植和伐木工厂等产业也很快消亡 目前官方人口数仅有381人 历史最高也不超过500人 这使得该岛的大部分地区几乎保持原始状态 甚至有人戏称 只有鸟类才是这里的原住民 斯图尔特岛1746平方公里的面积 有85%是国家公园 除了几条蜿蜒穿过公园的步行道以外 没有太多人类干扰的迹象 而且也几乎没有人造光 岛上不仅拥有原始纯粹的暗夜环境 其偏南的地理位置 也使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美的南极光 第十个 格陵兰岛 东格陵兰几乎与世隔绝 这里没有汽车 也没有手机信号 位于其东北部的东北格陵兰国家公园 占地97.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格陵兰总面积的45% 是英国面积的四倍 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大的保护区 国家公园的内部地貌 主要由冰盾和山脉构成 而海岸地区是冻土层 为那里的射牛 白熊 海象 北极湖等野生动物 提供了一个生存之地 这里还有海豹 独角精 白精等海生哺乳动物 也有很多鸟类迁徙到这里繁殖 进入该国家公园 除了需要购买搜救保险 和相对应的设备外 还需要获得官方许可猜行 除了一些捕精者和科学家 几乎没有人会进入这片地区 坐落在滨海边陲的伊托 考托米特小镇 更是东北格陵兰国家公园 南部这条美丽寂寞的海岸线上 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 小镇一共450多位居民 他们都是英纽特人的后代 以打猎和捕鱼为生 镇上只有一个杂货店 游客到小镇上可以进行荒野冒险 比如狗拉雪橇和皮滑亭 这里还有一个小型历史博物馆 可以了解北极圈的小镇历史 如果想抵达伊托考托米特 你只能乘坐从冰岛出发的飞机 这样的航班每两个月只有一趟 它承载着这里跟外界的一切交流 第九个 寒松洞 许多地下洞穴仍然有待探索 越南的寒松洞就是其中之一 它是世界上已知体积最大的洞穴通道 据信已有200到500万年的历史 是由石灰岩溶解形成的 寒松洞最早在1991年被一位当地人发现 但后来他忘记了洞穴入口的位置 直到2008年左右才重新找到入口 并且带领一支探险队进入 根据探险队员的描述 他们估计洞穴系统的总长度超过9公里 而它的高至少有200米 宽也有150米 横截面是第二大洞穴通道马来西亚路洞的两倍 洞穴最高处可容纳一座40层的摩天大楼 而最宽处可容纳一架波音747 一些科学家们表示 这个洞穴大的夸张 甚至可以装得下全世界72亿的人口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洞穴惊人的体积也是不争的事实 洞内十分巨大开阔 内部结构复杂 有独立的生态系统 甚至有自己的小气候 探险者表示 寒松洞处处让人惊奇 除了主洞外 周围至少还有150多条之洞 通往洞穴深处 里面具体有多大 至今无人知晓 凭借人力很难探索它的真实大小 甚至有人形容这里是亚当的后花园 是一处通往一世界的秘密通道 第八个 马里亚纳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 位于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附近 这里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海拔最低处甚至达到了1.1万米 与之相比 珠穆朗马峰都显得平平无奇 对人类来说 这是一个极其陌生的所在 因为海沟里的水压 几乎是海平面的1000倍 如此巨大的压力 几乎会压碎所有生物 除了科研机构的高科技潜艇之外 其他任何普通潜艇 都无法抵达这片深海 最近几十年 科学家利用无人驾驶的水下探测器 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生命 它们不仅形貌怪异 而且还拥有着最强悍的生命力 有些存在甚至会让你感到恐惧 第七个 梅尔维尔角 梅尔维尔角是澳大利亚 约克角半岛东海岸的一个甲角 该地区被一片茂密的雨林环绕 周围还遍布着大量的花岗岩巨石 一些岩石甚至有汽车乃至房子大小 它们聚在一起形成石墙 使得这片雨林在过去几百万年里 一直保持隔离状态 也因此梅尔维尔角还被许多人称为失落的事件 徒步几乎无法穿越这里 在2013年3月 一直由科学家和电影制片人组成的团队乘坐直升机 探索了该地区山脉顶部的迷雾雨林 在这里 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梅尔维尔角从1973年起 就被化为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但它并不总是开放 而在最近 由于雨季影响 该国家公园至少要等到2024年7月31日 才有可能允许人们进入 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岛 是非洲大陆上面积最大的一座离岛 占地足足58.7万平方公里 除了面积广阔之外 马达加斯加还是一座 与世隔绝了近一年的孤岛 岛上的动植物独立的进化 形成了全世界最独特的生态系统 马达加斯加人 也被这个世界遗忘了很多年 独自构建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这里完全不同于非洲大陆的自然和地质环境 几乎每一处都能让人感叹不可思议 距离首都塔纳纳利弗约300公里的 贝马拉哈国家公园 是岛上非常特殊的存在 该国家公园的面积非常之大 有723平方公里 覆盖了该岛西半部的相当大的一块区域 但它却几乎完全无法通行 而是一座游湾区的峡谷 洞穴 隧道和尖塔组成的迷宫 公园里到处都是像锯齿 或者岛针一样锋利的黑色石灰岩森林 大多数都有十几层楼那么高 无论你站在高处的锁桥上看 还是站在石林下面网上看 都很有震撼和不真实的虚幻感 特别是用无人机从高空拍摄的照片看 这里简直不像是地球 第五个 卢卜哈利沙漠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卢卜哈利沙漠 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沙漠之一 沙漠面积约有65万平方公里 横跨沙特阿拉伯 阿曼 阿联酋和也门 涵盖了阿拉伯半岛南部三分之一的大部分地区 卢卜哈利的字面意思是空旷的地方 炎热 干燥 荒凉 沙漠的本质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里的沙子 常常呈红橙色 唯一的生命迹象 只有蝎子和偶尔出现的鸟类 或者骆驼 几千年前 一些贸易商队 曾在卢卜哈利沙漠中穿行 但随着荒漠化程度的加剧 几乎没有人再选择从这里通过 英国探险家伯特伦托马斯 可能是第一个穿越这片沙漠的西方人 1930年的时候 他花费了59天的时间 成功从阿曼佐法尔到达卡塔尔多哈 当然 现代旅行者不需要再做这么费劲的尝试 阿曼当地的许多酒店 都可以安排短途旅行 但如果想要直接穿越整片沙漠 还是有不小的难度 第四个 骷髅海岸 在非洲大陆西南边 与大西洋海水交汇的地方 有一片白色的沙漠 经常能看到折戟沉沙的斑驳船体 和四处散落的动物白骨 这里被很多人称为地球的尽头 也有人称其为地狱之门 它就是奈米比亚的骷髅海岸 当地人称这片土地 是上帝发怒的结果 这里的气候 用恶劣来形容毫不为过 降水很少 有时地面温度高达50摄氏度 交错水流 八级大风 令人毛骨悚然的雾海 和参差不齐的暗礁 更是令来往船只经常失事 直到今天 在海难中失事而破裂的船只残海 依然杂乱无章地散落在荒凉的海岸上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对一些动物来说 这里并不是地狱而是天堂 在大西洋东岸的水域里 有大量的沙丁鱼群 这些鱼引来了很多海豹 荒凉的骷髅海岸 缺少大型食肉动物 海豹不用担心外敌的入侵 可以自由安逸的生活 不仅如此 纳米比亚骷髅海岸 还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纳入了此生旅行必去清单 如果你酷爱极限运动的话 可以来这里感受独特的沙漠冲浪项目 开着沙地摩托 再翻越一个又一个沙丘 绝对惊险刺激 第三个 巴塔哥尼亚 巴塔哥尼亚地区主要位于阿根廷境内 小部分属于智利 它几乎包括阿根廷本土南部的所有土地 西街安地斯山 东陵大西洋 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 主要由广阔的温带草原和温带荒漠组成 虽然这个人口稀少的南美洲地区 拥有少量的文明和旅游基础设施 但其中大片地区仍未受到人类干扰 巴塔哥尼亚西街安地斯山脉 雪峰与火山映照 冰川同密林交错 辟有大量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多变的气候条件 孕育出了大量高质量的攀登线路 和未被征服的高峰 巴塔哥尼亚东部则是以辽阔的台地为主的荒漠和半荒漠高原 自西向东坐阶梯状倾斜 东部则以陡峭的悬崖直逼大西洋 受古代冰川及现代干旱气候的影响 地表多冰石谷 冰气丘及多种风石 风机地貌 巴塔哥尼亚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 以及狂野恶劣的自然环境 由于受大陆面积狭窄 居安地斯山被封位置 及沿海福克兰寒流等的综合影响 这里降水稀少 风力强盛 经常遭遇时速超过110公里的狂风 晨暴不断 也因此巴塔哥尼亚地区还素有风土高原之称 对许多试图挑战极限的探险家而言 没有比巴塔哥尼亚更神秘和美好的地方 第二个 新山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世界第二大岛屿 这个国家充满了危险的山脉 和难以穿越的丛林 新山山脉就是其中之一 它长约100公里 主峰海拔4760米 据不完全统计 该山脉自1958年被发现以来 只有10人曾登顶过 这些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几乎从未被开发过 并且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 2013年对该地区进行的生物调查发现了 1108种动植物物种 其中近100种是科学界从未发现的新物种 极高的海拔和恶劣的地貌 使这里难以探索 尽管从未建立过官方科学气象战 但新山据称是世界上最潮湿的地方之一 年降雨量超过1万毫米 独特的气候 进一步加深了该地区的探索难度 第一个北绍冰岛 在散步于孟加拉湾之中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上 有一个美丽的岛始终不能靠近 那就是北森提奈岛 也称北绍冰岛 因为这里岛上的原始部落拒绝接触 和接受一切现代文明 这里是世界上离文明最遥远的地方 据估计岛上的土著部落 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六万年 他们皮肤有黑 身材矮小 是地球上最后几个拒绝 与外部现代世界接触的族群 他们警惕地保护着自己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任何外人在岛上登陆 都可能遭遇土著人的万简启发 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过后 印度政府曾派遣了一架直升机 去视察这些原始部落的受灾情况 在经过北绍冰岛时 一名部落男子一边在海滩上奔跑 一边朝直升机射简 2018年11月15日 一位名叫约翰的美籍传教士独自登上了这座岛屿 这名年轻人来到这座岛屿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向这些野蛮的土著人宣扬耶稣的意志 但很可惜 迎接他的只有森提耐人的利剑 自从约翰在那里的探险中去世之后 人们就对这里敬而远之 即使偶尔提起来也是不寒而栗 毕竟没有人期待自己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15个最无人探索的未知之地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